这里我就来 这里我就 过后两节课就讲两个具体的案例 这堂课就来讲再生科技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再生科技 它这家公司是个什么样的 一家公司 然后大家主要是来看一下 这个分析的过程 当然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 这种高层 是不是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首先我这里就有一个结论 叫投资再生科技这家公司 它需要强者思维 那么强者思维叫做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 要把这家公司看得比较明白 可能才敢做这家公司 其实这家公司说实话 在我的体 不是太符合我的体系 不是太符合我的体系 因为我是偏弱者的一个体系 就追求的是 我看错了也能够挣一点钱 但再生科技这家公司明显不是 它这家公司是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它的产品 我是看不懂的 那产品太具有高科技的东西了 到底好不好 其实我不知道 第二个 像这家公司 它其实估值不高不低 估值真的是不高不低 一直都没有很低过 一直都没有很低过 在这种情况下 你买这家公司的股票 可能需要另一层思维 也许我跟踪这家公司的时间足够长 足够长 所以我觉得我看明白了一家公司的这些 有那么一点看明白了这家公司是什么一家公司 前几天我去参加了这家公司的同会 但我自己也讨论的时候说了一下 我说我说了一下我和这家公司是怎么结缘的 像我以前在银行做小企业部的科长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区分行大概有三千万以下的贷款 全是我这里需要我审批的 需要我签字的 所以很多公司其实我是有印象的 至少我看过这家公司的资料 这些企业的名字我知道 在人科技它就曾经是其中之一 在我那里带过一千二百万的贷款 最近几年其实上市的重庆这边上市的很多公司 都是我批过贷款的 比如说什么神磁机店 三胜建材 什么什么什么 正川包装这些其实都是我 但这么多家公司当中 到目前为止来看 资深科技是做的最好的 当时有两千多家贷款客户 到现在为止我估计有一半已经垮了 剩下一千当中 一千家当中有九百家可能就是勉强维持 有一百家可能发展的比较好 然后可能有我看了下有六七家已经IPO上市了 然后这些所有的当中 资深科技现在是走的最好的 说明这家公司还是有一些东西 在我批过贷款的两千多家公司当中 这家公司是走的最好的 现在走近二十亿的这个级别了 因为这几年那个证监会监管机会 他比较喜欢那种营收几个亿 利润有几千万的这种公司 很多其实都是以前从小企业成长起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资深科技这家公司是什么一家公司 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 我先给大家再说一下 就是我们分析的这些东西 首先你第一点你资料要足够 然后你按照这个模型 就是我开始讲的第五堂课 把这些模型 这个分析模型 你把这些资料给它装进去 然后你慢慢的搞清楚这家公司的主体脉络 我这个PPT不过是把那个分析的模板 把它精炼化 把它就说怎么说呢 我们把分析家公司比成一棵树的话 它有很多分支 然后我在这个PPT当中半个小时 40分钟不可能讲得很全 太多了 把主体那个树干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可以看出资深科技这家公司 它的主名业务就是两块 一个是干净空气 第二是高效节能 干净空气它主要的产品就是玻璃纤维氯 也就是过滤子这一块 也就是说我们追求干净空气 实际上就是它那个氯子 把那个PM2.5 把那些病毒等等进行过滤 包括最近的口罩 那个不是玻璃纤维了 那个是喷布 它也是过滤材料 高效节能 再生科技这边主要是VIP新材 及保温节能材料 A建文隔板 VIP新材是什么 它就是和我们冰箱当中 不是有保温的那个东西 那个叫圈子 现在主要用的是 它就代替那个东西的 它能够保温 这个是再生科技 它才上市的时候 它的这些 当然它的才上市到现在 它还是这两个板块 干净空气和高效节能 但是两边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两边具体的产品 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这个我讲的这两块 就材上市的时候 玻璃纤维空气过滤子 VIP新材 保温节能材料 A建文隔板 这是材上市的时候 它的产品 A建文隔板是什么 因为我们那个中高端 计刷油类的 线酸电池当中 它就需要这样一个东西 是吧 用于节能 计刷那个启停系统 就是我们在停下来的时候 它就自动 处于那种 吸火状态 是吧 那就能够省油 就是这个东西 是吧 这些东西 所有的源头 就是那个微玻璃纤维 微玻璃纤维 也就是说 它是通过 离心法和火焰法 把那个硅酸盐溶液 在高温当中 把它吹成了这种棉花 你们如果有空 有机会去参加 再生会计谷度会的时候 可以去参观一下 这个真的看起来就像棉花 就像棉花 其实这些东西是高科技 说实话很专业 我们的外人 你没有搞过 没有学过它个专业 你根本搞不懂 你只知道 它这些东西的应用场景 是什么 而你不知道 它的这些里面的那些 我们散户做投资 无法做到这种 有科技含量的这些东西 专业人员无法 大神科技 它是全球最大的 空气滤材供应商之一 全球最大的空气滤材供应商之一 也是国内首批生产 VIP新材的企业 但是那些人 我们这样就一个定位 它是处于一个 细分行业当中的 最大的几家公司之一 实际上它在国内的话 它应该是最大的 就是国外的话 比如说栗子这块 有HP 有HV 这些人在这些公司 和它进行竞争的 主要是做国产替代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产业链 这个是财上市的时候 我们从左看到右 我们的原材料 实际上它最源头的原材料 就是玻璃 那天我们去参观 那个产品县的时候 另外一个头 是不是就是碎玻璃 其实它是这样 那这个不是碎玻璃 就是它的材质 和做玻璃的材质 是一样的 然后从玻璃 通过高温 吹成微玻璃纤维棉 看起来就像是棉花 和我们平时说的纤维 那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什么中国巨石 太山包签 这些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通过这个玻璃纤维棉 再往下游走 就变成了材料 材料就你看变成 玻璃纤维空气过滤子 那个比如说高效的 大概五万块钱一公斤 国外的那些要卖七八万 真空绝对版新材 就是用在冰箱上 就是VIP新材 高比表面电磁隔膜 就是A键门隔板 这是它的中油的一个材料 然后它就你看那个过滤子 它就变成形成了过滤器等等 用在电子 医药食品 核电 医院 高铁 飞机 高档 汽车发动机 燃油过滤的 主要是用于空气过滤 生活环境 生活场所需要的过滤设备 和军事防护所需要的过滤器 所以它的应用场景是比较广泛的 只要涉及到一个空气过滤的 就需要这个东西 第二是保温节能材料 现在主要是用在那个 冰箱上面做一个替代 就是替代那个聚氨汁 替代聚氨汁 还有冷面物流 是吧 建材保温 冷库啊 这些是吧 管道保温 交通工具 隔音 比如说飞机 是吧 好 第三个就是高低表面积电磁隔膜 就是用在千双续电池里面 千双续电池里面 这个是2015年的时候 再生科技财上市的时候 它的一个财点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就有些变化了 就是说 它的那个 财上市的时候 它只有微纤维玻璃绵 这一个源头 而现在变成三个源头了 变成三个源头了 就是有溶喷 有机纤维 就溶喷布这一块 是吧 它这个是出 这个溶喷 溶喷材料这一块 它的源头是石油 石油 第三 增加的就是那个PTFE膜 PTFE膜 就是那个聚氏负仪锡 也是一种化学材料 相对它就有三个源头了 但是它的板块呢 还是 三个板块 还是三个板块 就是说 还是两个板块 就是干净空气 和高桥接纳 然后它还是用于 那个比如说干净空气 这一块 还是用于捷径室 捷径厂房 和新风气场 它主要 在这个地方 就是绿子的一个地方 就不仅是来源于 微纤维玻璃绵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联报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再生科技有描述 就2019年联报 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提供 量产三大过滤材料的公司 所以它这一块 就是说客户 你要纤维玻璃绵的律子 我也有 你要有溶喷有机纤维的 溶喷布的 我也有 就这次口罩 就靠了一个纯喷布 你要有PTF一模的材料 我也有 你看它的产业链 就这样大大的延伸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行业这一块 两块 我们这样一分析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发现 它的行业非常大 干净空气这一块 那个未来三年 我干净空气市场空间 超千亿元 当然就是再生它 主要在里面 是出于一个律子供应的角色 不过现在再生它已经 全产业链布局了 说它的市场 说它的市场这一块 就不仅仅是 这个100亿元的这个律子这一块 而是朝到这个 朝千亿元的这个 干净空气市场 去奋斗了 高效结论这一块 就是目前来说 主要还是在VIP 在冰箱这一块 冷柜这一块 去年有家上市的公司 叫做 我看叫做什么 夏姆那家公司 突然记不掉名字了 在科创码上市 主要是做VIP 新财板财这一块的 它下游客户就是 这些主要的那个 主要的冰箱制造型企业 代替那个聚烟支 代替聚烟支 A阶门隔板下游 就是蓄电池的需求 蓄电池的需求 所以它这一块的行业 市场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这一次 在这个猪瘟 非洲猪瘟和人温 就是这个新冠肺炎这一块 导致这个整个市场里面 对干净空气的需求 急速扩大了好几倍 就简单的像口罩这一块 虽然说可能以后会回落 但是人们的这种消费习惯 实际上已经潜移默化的 被改变了 至少也会比口罩这块市场 展望也是以前的几倍 上的空间 在密闭空间戴口罩 可能会形成一种 大家的一种共识 你比如说以后 大楼安装这种新 能够过滤空气的 那种新风系统 可能又会慢慢的成为标配 慢慢的会成为标配 高效节能这一块 也是一样的 冰箱这一块的一个行 这个替换 这块市场就足够到 是吧 再加上 那个以后在飞机 在冷链物流这一块的一个替换作用 是吧 特别是在飞机这一块 它的保温隔音这一块的需求 绝对是一个高科技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一下 再生科技现在不到十几亿的一个销售规模 不到两个亿的清利润 这完全就是一个非常大行业的一个小公司 而再生科技在这里面的角色就是国产替代 我要把 先把 我就是用国产的性价比来把这些外资给你替换出去 把你的这个产品 完全 所以我们这样一看市场够大 行业天花板还早 这个市场是完全可以 容纳一家 是营收几十个亿 甚至上百亿 然后市值几百亿的这一家公司 这个市场空间是有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再生科技上市以后的历史严格 你看2007年再生科技在成立 2007年到2014年 然后是一个快速发展阶段 我记得 2014年的时候再生科技 它营收是2.1个亿 对吧 不过也很不错了 从07年 在一个才成立的公司 你看7年时间 不改上市 销售到两个亿 老国真的是厉害的人 2015年在商交所上市 2015年8月 与松下在中国合资成立那个松下重庆 这个专门做VIP版这一块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7.77亿 用于原材料A建门改末和VIP新材的扩展 收购重庆造子研究院 重庆造子研究院是滤子这一块 中国排名第四的 然后被再生科技1.05亿元全资收购 17年8月收购优远环境 优远是再生科技的下游 就是专门做这个过滤器的 就是用再生的那个栗子做成过滤器 然后供给那个终端的那个工厂 这些 17年9月入股深圳中坊 就具备了熔喷化签材料 然后宣汉证员是他的上游 上面生产棉的 宣汉证员 他的大幅宽干法VIP新材 生产线投产 我当时问了一下 我说这个干法和施法有什么区别 后来我大概是问了一下 就说司法它有三道工序 而干法只有两道工序 所以说它解约了成本 解约了成本 18年就推出了干净空气细腻磨材料 推出了PTFE 实际上它在18年的时候就具备了这个技术 今年就用上了 18年6月完成了科长载的蒸发 科长载的募集 是吧 到未来你看这家公司 它从上至下 它从一个只做材料的公司 变成了一个做应用的公司 然后以后 还会成为一个消费品公司 是这家公司的一个定位 成为平台型的企业 成为干净空气产业链的一个 平台型的企业 贯穿全产业链的一家公司 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这样一看 再生科技 每年都有那么一点点变化 每年都有那么一点点变化 然后慢慢的就形成了一家全产业链的公司 然后具备了所有的空气 进化和保温解能所有的模块 它就设计了平台已经搭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竞争对手 我们一梳理 我们其实就会发现 在每个板块 其实它都有竞争对手的 但是整个产业链上 它没有竞争对手 你看玻璃纤维棉 你看再生现在是6.6万吨 实际上比较大一点的 重庆卧龙有4万吨 其他的公司其实都没听说过 有几千吨到一两万吨不等 全不是上市公司 然后在玻璃纤维粒子这一块 你看排名第二的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院 他们的公司 他们有4千吨的一个产能 再生现在是1万多吨 然后还有国外的 你看这个确实是市场份额 比再生要大很多 就是HV的中国分厂 有4.5万吨 现在还是再生的一个 4到5倍的一个产量 然后在过滤设备这一块 就是苏州优远 也有很多 特别是 而且我知道 而且中国的过滤器厂家 主要就是在苏州 你看一排苏州的 苏州和昆山的 但是你把自己东西 全部弄在一起来看 实际上它没有的 没有竞争对手的 你比如说VIP的 它有福建的那家 福建赛特 我想起来了 福建赛特和他在竞争 但是你把所有的 拿在一起来 没有 你就比如说 这是搞口罩这一块 那些单纯的搞口罩的 今年过去了 今年怎么上去 明年可能怎么下来 但再生科技它不是 它只是它当中的一部分 你做口罩 做融合部这一块 也是竞争对手很多 那我们再来看管理团队 其实你把这些管理团队 全部看完了之后 你就知道 这家公司 这个人还是比较年轻的 管理团队 它的主 除了董事长和总经理 其他其实大部分都是80后 刘秀琴它是跟他和陶伟 是跟他一起 一起来 从以前 重庆 造纸厂 然后和老郭 一起出来创业的 刘秀琴和陶伟 其他的都是后来才加盟的 这样我们看出来 现在总裁刘晓彤 是苏州优远的总经理 并购了 苏州优远之后 成为再生的高管 其他的 你看什么议伟 秦大将 周林亚 云阳明 杨金敏 谢家 基本上都是80后 基本上都是80后 而且都是再生成立之后 造的那种第一批 第二批大学生 这样成长起来的 说明这个团队 比较年轻 主要来源于企业自己培养 认同再生的价值观 认同再生价值观 我看了 从去很多 那个上市公司的高管 那些 我看了一遍 很多都是那种 年龄比较大 说白了 像那个再生这种 这种结构是比较好的 结构是比较好的 至少就从第二批队的这种 已经搭好了 已经搭建好了 这些高管层 已经高管层 以前我跟那个 谢家开过玩笑 我说你 那个 真的是 我说你这个人的运气 很好 其他小企 我说你进了再生的时候 现在才2000万人 你说 这种企业本身90几都垮了 你进了再生 所以你这一下 再上股权金 你整个几千万 这个人都命 这个人都是命 这个管理团队 我们梳理了一下 但这种 我们梳理了一下 其实我们还不能够 完全明白 这家管理团队 它的真的怎么样 需要持续不断的感知 只有我把结论说在这里 强者思维 就是要看懂管理团队 就是要看懂 要特别是要看懂 这家公司的实际管理人 实控人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 品情性格等等 我和我再来讲 这管理团队 这样我们梳理了一遍 就表清楚了 经营业绩呢 我这里按照每年 和每个季度 把再生科技的 这个营业收入 营收增长率 扣非净利润 扣非净利润的增长率 销售毛利率 经营性现金流 与扣非净利润之比 资产负债率 加权ROE 这些全部给他列起来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从大体上来看 再生科技 它就是一家持续成长的企业 你比如说2011年到2019年 9年时间 营业收入从1.54亿元 到12.52亿元 从上市2015年开始 也是从2亿多到12亿元 营收增长率 上市以后连续都是两位数的增长 扣非净利润也是 你看上市这几年增长的非常 增长的幅度比较大 但是我们从这张表当中 你们仔细看一下 你们可以看出哪些疑问出来 看下一张PPT 你比如说我们把这些表给它梳理出来之后 我们会有一些问题就出来了 看你们能不能看得到 就为什么资产负债率在逐渐上升 为什么毛利率在逐渐下滑 为什么17和18年两年的现金流是大幅下滑的 为什么ROE 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在2015年逐渐下滑 为什么2019年扣非净利润增速远高于营收 而2018年相反 为什么2019年世纪度的数据变化这么大 所以我们看这个表 不仅仅只是看一下营收增长率和扣非净利润 而我们是要通过这些数字来看背后 就是数字变化大的 变化大的数字背后 为什么它会变化这么大 就是你要透过这些数字去看背后的真实 我们普通散货只会看两个 营收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 你也搞不懂为什么它后面有这么大的 这个变化背后是为什么 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 我们要透过这些数据 看到背后的真实 这里我就不说答案 所以说我们看到有疑问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问自己 为什么这家铁是这么变的 甚至最近你们看了一个世界 世界的变化 为什么这个世界变化这么大 你看世界变化有多大 看一下 营收 净利润突然跌到二十九 是吧 经营性先进流突然好转 是吧 当季度营收是历史新高 这是为什么 所以我们看分析财报 分析它的数据 一定要是这样来 给自己问问题 然后再去阅读资料 再去找到答案 然后你就大概慢慢的看清楚这家公司了 然后我把再生科技前面给拉了一遍 就是再生科技其实看下来还是一家比较 每年都在成长 每年公司的业绩都在增长 但是其实它这家公司 我说为什么它不符合我的弱者体系 收购了个数据优远的 有2.8个亿 是吧 有2.8个亿 所以它是存在减值的风险 是吧 我们不仔细看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知道我们就算是仔细看了 我们其实也不会知道 它这两个东西什么时候会来集体一下减值 一般来说企业它都会用穷尽的 报告的各种手段来维持 实在维持不住了 一下子给你集体一大笔简直 这里我过后讲过Apple的时候也讲到再生 第二你看我们看到发19年的报表 销售商品提供老物收到的现金只有10.3个亿 10.3个亿 18年是8.47个亿 它有一个收限率低于营收的问题 你看我们的营收是多少19年 19年的营收是12.52个亿 18年是10.82个亿 好但是我们销售了这么多货品 但是我们收到多少钱呢 只有10.3个亿和8.47 所以收限率低于营收的问题 说明你在这个产业里面是没有处于强势地位的 你把货销售出去了之后没收到钱 说万一收不到了 就是结合到前面那个应收账款这个问题 万一收不到怎么办 再生真的就有一次没收到 一个不可预知的事情就是维尔普的事件 我们把这个事情大概来理一下 大概来理一下 维尔普它是再生科技的下游企业 曾经有两年的时间 它是处于再生前五大那个销售商之一 就前五大下游客户之一 然后呢 它主要是生产那个VIP板材的 就是说它把那个再生的VIP新材拿去加工 成为那个板材 它再把那个板材销售给下游的冰箱厂 就这个 再生17年18年的时候 它是大量的并购 想扩大把财源的找通 就说17年它是并购了那个优越 搞得比较成功 中仿这个比较成功 那维尔普差点差点把公司搞老火了 18年2月5日的时候 宣布1.35亿元增资维尔普 你占股份的45% 18年3月27日 又借款1200万元给维尔普 18年4月10日 增资计划变成10% 金额变成1833 然后18年6月20几十日 大股东郭茂减持5% 并承接维尔普5900多万元的一个债务 18年8月7日 我们终于知道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什么事情了 收到法院的传票 矛盾公开化 原来是维尔普 把再生科技把老郭都骗了 都骗了 这个事情其实当时是非常凶险的 因为维尔普 欠了再生科技4000多万 有应收账款 还欠了1200万元的借款 总共欠了5900万 这个钱他是还不起了 我们无论你怎么来分析这个公开资料 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知道 中间有这么一个破事 如果当年老郭 他不是减持5% 拿了一点几个亿的现金 把再生科技这家公司 这个5900多万元的债务 接过来的话 当年再生科技的业绩就是负增长 就是负增长 那么股价还要跌 不知道跌到什么地方去 是吧 我们最怕的就是什么呢 从杀估值到杀业绩 到杀逻辑 如果这个事情到时候成 我们是无法判断他是不是要成为再生科技的杀逻辑 就是杀逻辑这公司以后难维持了 所以这个事情当时我 我给大家说我当时的心情 就我从高位一直坚持拿再生 即使拿再生 拿了后面说实话 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 老郭如果他不把这5900多万接走了的话 再生科技可能还要跌个百分之几十 那我可能就要亏百分之六十 不亏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这种事情 我们作为普通傻官 你怎么去分析都分析不到的 不过还好 这个事情最终 到现在其实那个官司还都没有完全了结 只不过 一审已经胜诉了 已经过去了 而且上市公司除了损失一点生育之外 其他实质上并没有损失 因为毕竟大股东把这个钱给 那个窟窿给自己给填了 是吧 国外普那个 公司现在已经破产了 已经破产了 就这个事情 搞得很牢火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公司上市以来的一个股价整势 你现在 我们看起来 就是 看起来好像 再生科技的股价已经新高了 但是如果我把最最右边给抹住的话 你看再生科技一直都是一个下降趋势 这业绩连续增长 股价连续下跌 2018年10月份才到底 为什么 是吧 为什么 特别是在18年10月份的时候 8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 遇到VF这个事情 股价持续下杀 是吧 杀到20 带生的科技只有20多个股价的市值了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拿着这些 这家公司的股票就非常难受 非常难受 对吧 业绩看起来还在增长 那股价一直跌 从最高点跌到最低点 跌到百分之 最高还是13块多 然后最低是4块08 这个内心真的是要抓狂 也就是说 你如果高位去追这家公司的话 你就是判断对了 看对了公司 这家公司确实业子一直在增长 却亏了钱 在这家公司身上亏钱的人很多 在这个下降公道当中 所以现在 怎么说 我得出来一个结论 就是估值不高不低的 有一定的漏洞的成长股 我想说爱你不容易 就是有可能我把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一直在增长 但是我们来的点位不对 或者是遇到了一个什么 我们不可一知的一种事情 是吧 很有可能我们是要亏钱的 还有什么我们是要亏钱的 像赞人科技这种 说实话到现在大家能赚钱 我能赚钱 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 我们作为散货 我们是永远 无法百分之百的 看清楚一家公司的 所以 我后来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像再生这种公司 有漏洞的 产品又很专业的 必须要用强者思维来看 而强者思维 主要核心就是要读懂管理产 就是我从研究再生开始 到现在已经四年了 说说 一五年上市的时候 看了一下 估值太高 不敢搞 一六年的时候 开始慢慢搞 慢慢搞 一六年 好 一七年上大乘味精去搞 是吧 这么几年 我把老郭这个人 就是还是看得比较懂 第一 他这个人性格 很保守 很稳健 他绝对不会去 怎么说 把自己的利益 是看得很重的 我也普这个事情 把他自己搞得很恼火 自己是亏了 一个多亿的 在里面 但是保全了上市公司 所以我看出来 他个人是比较稳健 他不会去搞那些 产业链之外的 我们也看出来了 他也没有质押 现在有点质押 就是因为以前那个 考卵债和 我也普到官司 被冻结了 做质押 也没有刻意减持 他减持 当时减持5% 没办法 没办法 没钱 他自己要钱 之前减持了1% 是把那个钱 奖励给了管理产 最近这1% 其实我不一定减持 他不一定减持 他减持了 我也知道 拿去干什么 反正是好事 他这个人要稳健保守 所以说这种性格 也导致了 也形成了 再生在我负责的 这2000多家企业当中 他现在是出于第一位的 发展的最好的 这是第一个 这个人的脾气 我搞懂 第二个 就是他的管理层 梯度还是搞得比较好 他当董事长 下面每个板块 都有这种 80后来具体管事 来具体搞一块 阻挡一面 这个是其他上市公司 是不具备的 我在重庆看了很多上市 老板忙成狗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管 不放心下面 这怎么能行呢 还是一个坍坍 老公还每天有时间 出来喝茶吹牛 他管战略 我做自己 最想搞的事情 刘晓彤 他有海外背景 对再生国际化这一块 实际上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我们现在来看 以前说刘晓彤 优远的钱拿到来走 现在反正这时候 我还没看到走的迹象 反正这时候 我还没看到 以后当然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 所以我把这家公司的管理层 要搞懂了 之后我才敢 才敢在估值不高不低的时候 我才敢去搞 才敢再出现这种 万一比如说 一家成长股 买的点位不对的话 公司业绩继续增长 然后股价下跌 30%是很有可能的 我直接把他管理层读懂了 我才敢于持股 也就是说再生未来 他可能还会遇到这种 像维尔普的这种 小坑 他不可能一直不吃亏 但是这种小亏 我们是可以忍受的 他也有可能真的遇到一家公司 确实可能几百万 上千万的运收账款 还不了了 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把他管理层 搞懂了之后 就是说这种阶段性的 小的事不不影响整个公司的 往前发展 这个是感觉长期持股的 一个信心 一个信心 但是他的漏洞就在那个地方 商业有可能 如果以后还要做并购 还会有商业 还会坚持 如果应收账款的话 是有可能老家公司 经营不散 让他经营不散 付不起再生科技的应收账款 这都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只要把管理层都懂 说白了 投成长型上市公司 但没有 不是很 股价不是 股价很有优势的位置 我们去买一家公司 就是投人 投管理层 最后我们得出来的结论 就是再生科技是这样一家公司 好行业 空间极大 干净空气和节能环保这一块 完全可以孕育一家 营收几十亿上百亿 市值几百亿 甚至更高的一家公司 是好行业 好公司 就是他的产品 是有竞争力的 就再生科技 我们看到他的这些东西 上都是有很有技术含量的 上都有很 技术含量 是具备一定的互成核的 第三个就是好团队 管理团队他不瞎搞 这很重要 就重庆 你比如说有几家公司 很早就上市了 10年11年就上市了 行业也好 他的产品也好 到后面没搞产 为什么 我后来就看 分析了一下人的问题 管理是乱搞 所以有些跨两个行业 不相干的 我人都不想研究了 懒得看了 就这个道理 再生科技就是这样一家 好行业好公司 这家好团队 未来可能也会遇到很多困难 未来还会 那现在这个估值 说实话 不高不低 也很难 如果能等到一个好的价格 那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 太难了 对于再生科技这种公司 其实不符合我的那一套 思维模式的 只不过这家公司 很特别 太特别了 我把这家 太特别了 所以我把它纳为一个 长线持股的标的来做 所以它估值极度高估 或者是市值到达 一定偏偏 或者是出 或者是出现了 可能可递的变化 我可能会把它丢掉 会把它丢掉 哎呀 这个长线持股不好搞 因为这种 我们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的看 明白一家公司 说实话 再生科技我也没看明白 他说产品到底 怎么定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第二个 它里面的那些漏洞 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出现 最终还是信使 它那个团队 毕竟我持仓市值很低 持仓股价比较低 有很扣的一个福音 在那个地方垫着了 其他呢 我还是按照我的那种 什么打法 就是就算买错了 我也多少可以赚一钱 穿一点点钱的 那种思路来搞 所以你们可以按照 再生科技这种逻辑 去反推回去 你去看一下 你们看的那些成长股 是不是好行业 他的公司核心竞争力 是什么 然后他的关键是 他那个如果是好行业 好公司 但是那个股价 不高不低的时候 你就要把那个好团队 认证的看一下 否则的话 你得等 等到一种错杀的时候 你再进去 否则的话 你买进这个股 有可能涨 有可能跌 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股价不高不低 你比如说再反推回去 再生科技 在18年的股价被杀到 4块几分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说买 也是对头的 不买也是对头的 这买的就是说他的那个公司 已经被杀到了一个极低的位置了 是好价格了 但是不买也是什么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成为杀逻辑 杀逻辑的话就像 就像那个乐视 那些幸亏一样 你4块去抄 你还是跌到2块 2块跌到1块 1块跌到退市 来吧 都是有问题的 好 今天再生科技就分析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关注 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